果然啊能打败五一的只有五一自己了 咪咪没接多少活 怎么江湖上全是她的笑料 在综艺上大方说起自己硬伤身高梗 还不忘吐槽那些网络上拿着身高开玩笑的人 一开始听上去挺伤感 还想替五一打包不拼 结果她一张嘴却想笑死谁呀 话一出 直接让她成了最轻松是个高潮王 但凡反对就小心她跳起来打你们膝盖哦 接着又开始继续吐槽网友语录 说着说着咪咪还没说完就开始有人莫名想笑 可能也只有在五一说话的时候 惊现这一幕了 她是怎么做到随随便便张嘴就那么好笑的 她和弟弟五星一起吃饭 问她几点顺时 得知是一点钟睡的反应 简直是笑死人 人家个个多是一点睡 熬夜伤身体呀 她倒好还表扬弟弟真养生 还等得早睡早起 被弟弟半夜音乐写歌有灵感 给羡慕到了 转头就说自己是演员 职业秒转化 不看你是喜剧演员吧 张口闭口都能笑死人 聪明的时候声音太大就肖尽腾吐槽 人家就是主打一切都怪粉丝 是他们让我这样吃的 本人就是执行力强 你吃东西音量蛮大的 他们都说我看我吃东西 感觉很像 既拿蛋糕后一正知 不敢拿整块的排骨 拿个小勺子一点一点挖着吃 被看到后还不是尴尬的笑了笑 这不就是说了蛋糕事件的影响吗 几年前的事拿出来 现在还是能笑死的程度 无依在买肉的时候 保湿犹豫不定的 一会儿要片片的 一会儿要条条的 直接给卖肉大爷整无语重了 买菜做饭的无依 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无依吗 导演赶快安排咱们小无依 参加鸡眼春晚吧 要么就会出来 一出来就会消一年 和姐姐们一起上综艺 吃饭聊天时 蔡绍芬问她是香港哪里出生的 正常人反应都是精确到哪个区啊 而无依的脑回路 直接能给人干懵 说的是香港医院 八成连自己都不知道吧 你出生的地方是香港九龙 对对对 九龙哪里啊 哪个医院嘛你是说 果然啊 无依的回答永远都是那么出乎意料 原来无依能这么好笑 都是有遗传基因在等 看完爸爸这一段 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了 无依爸爸给两兄弟 带了喜欢吃的粉 结果把味道全部气混了 都开始怀疑 还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了 都没质疑可能是自己记错 这时无依还不忘给补一刀 回应小时候爸爸去学香松饭 就因为他穿着太时尚潮流花里胡哨的 长头发还被同学认成是自己的妈妈 老爸瞬间暴改成老妈 还有无依五星给爸爸染头发这一段 真的是看多少遍都会笑多少遍 让兄弟染之前都自己买买 不容被怀疑专业性 先看说明书 直接就是先学先操作 然后头发变得越来越绿 不能直视了 然而内心越来越光 还不敢伸张 这一点心虚又不敢表达的模样 简直是在野我犯错后的真实写照 可算知道无依的喜剧人属性 是怎么来的了 这才是真正的搞笑一家人吧